10月9号 一带一路全国围棋之乡业余联赛 第二战洛阳分战赛如期举行 洛阳俗称千年帝都 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河洛文化 是中华古文明的重要源头 围棋也在这里孕育而生 几千年来经久不衰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围棋活动广泛普及 人才辈出 截至2015年 由洛阳走出去的职业棋手 已经达到了32名 总段位达132段 洛阳昂首跨入百段之城 从洛阳培养了众多的职业棋手 像这个汪念红九段 像周克阳 目前这个世界冠军十月 所以说了这个洛阳之所以今天呀 也是代代相传 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 特别是近几年 这个围棋普及啊在洛阳是遍地开花 洛阳围棋新火相传 是几代围棋人的无私奉献 锻造出如今的洛阳围棋文化与氛围 有着深厚的围棋基础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洛阳分校今天要举行一场围棋活动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 向学校授予全国围棋特色学校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中国围棋协会 在全国受牌的第一所 全国围棋特色学校 中国围棋院在新的历史时期 也要把相当一部分注意力 要转移到推动全民健身 推动群众文化体育生活 将来体育产业要做大 实际上从根本上讲是看基础 这些措施都是推动这项事业发展的一种抓索 你们谁能告诉我 咱们这个棋盘这么一大块 哪些地方最重要呢 脚 因为老师说了我们的脚是金脚 有教有学 现如今洛阳职业 业余围棋教练员有三百多名 开展围棋教学活动的学校有六十多所 洛阳青少年围棋爱好者达到十万余人 全市围棋业余有段水平者上万人 相信如此浓厚的围棋氛围 必定会培养出更多的世界冠军 更多的九段棋手 围棋是我们三张持续名片之一 我们相信在大概的公众统地下 我们这张名片会打造得越来越亮 所以我们的我们作为洛阳社来讲 也是围棋之家 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把围棋实验推广得更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 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谱 是2016金力杯中国围棋甲击联赛 第15轮的一场主将战 对阵的双方分别是苏博尔杭州队的主将 朴婷环九段和名声银行北京队的主将 十月九段 那么依然由我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中韩两国高手 在我们的围甲联赛当中相遇的一盘棋 朴婷环那是韩国排名第一吗 对是的没错 那么跟我们的十月主将赛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 那么十月是知黑朴婷环知白 对好我们来摆棋 新位对 然后本手的这种常见性 这手一个脚心无有脚 这个就不多说非常常见 白棋也手了个脚 手了脚 看下来下的挺稳的 对手脚也是这种形状也是挺好 也有分头的也有挂的 这个等等 这个都不能说都不好 每个人用的布阵不一样 计划不一样 那么现在一般走这个 那么你要是走在这里 他就从这里挂 现在白棋 黑棋是手的这个脚 手这个脚 那接下来这个 既然中间黑棋不连片 白棋这个分头就觉得特别大了 比较明显的一招棋 在中间分一个 要不然被他连片了 那么现在呢 黑棋就一个这边一个这边 两头选一个 对 他是选的从这边走 当然你这边走也是有的 这是这个 白棋呢是碰的 对他靠上去了 当然拆二是非常普通 没错 非常普通的棋 靠一个呢 求一点变化 可能也许要求这个 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或者怎么样 你要是这样 可能是 是不是拐一个 拐一个 这样步调快一点 可能是啊 这也是一种下巴 但是他靠的时候呢 实跃是走在这里 这个积极的走一个 对 这种棋 刘老师 如果说黑棋 直接在这印一个 对 会怎么样呢 直接印一个 假如说是 你说这个是便宜吗 好像是便宜了 我也不确定 也许搬一个 他那个下法 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都是说 很微妙 都很难说 这只是个去向而已 我觉得 以前我是下过这个拆二 现在碰一个 他走这个 这个都下过 像这个点呢 我也下过 这个比赛中也下过 你说他一定的好坏布局啊 没有定论 难讲 看个人的喜好了 跟周边的配置很有关联 搬一个 肯定是挡 这个不能退 对 然后 顶一个 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常见手段 如果你这个长呢 他就把这个吃掉 把这个吃掉 还是挺满意的 脚上拿住 吃掉还是很大 所以呢 这个棋呢 就是两个选择 最后黑棋是选择这个利 这样的白棋就搬到这个 你说这个和那个拆二 哪个就一定好 难讲 现在黑棋撞实了 是的 关键是虽然搬住这个子 但是以后还有一些这个利用 在这个地方有利用 这个优劣 很难说 对 也要看他们是怎么选的 对 你是喜欢白的黑的 我也很难说 很难说 我觉得黑棋还比较坚实 坚实 也许喜欢黑的 也许 只能说是也许 然后接下来黑棋 这个也比较明显的一招棋 这个一般多数人会选那个 这个很大 这个可能十之八九 都会往这个地方走 下一步呢 我觉得白棋倒比较迷茫了 可选点就不是很明显了 也许有人可能会 拆二 也是一招棋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走一个 舍不脚 在这个地方守 都是有的 那么这个选呢 就是比较迷茫 个人的选不是会那么 不像那么这招那么统一 对 现在白棋 他走的什么呢 白棋下的比较 有突破性 他直接就打入了 比较积极 他是打入的 这个是比较积极的 你要说这个两手都是 比较稳当 但是这个打入呢 就马上 其实你说他要走一个 让黑棋补一个 也无所谓 其实这两个 对啊 然后再占大厂 在这个 我觉得这样白棋 也没有什么不好 是的 但是呢 他是不愿意 就马上就打入 这个是朴婷华比较积极 对 积极的下法 这个就是马上就形成一个作战 或者对攻的局面 现在黑棋呢 他是就自己跳了一个 对 也没有 比如说有杂丁 这个也是有的 这个也有 但是下法很多 就各种各样的下法都可以 就看你怎么选的问题 对 这个杂丁呢 是比较狠一点 以后 他是走在这个呢 跳一个 让白棋选择 白棋是走什么 白棋走这个 拖 拖一个 然后黑棋搬住 对 再连搬 这个棋 最常见的一个手段 对 拖了连搬 就这种局部 很容易做活 局部非常常见 你如果反正打了 他就总是要能够活一个脚 或者是腾挪的一个手段 中间就看你是怎么个操作了 你如果打吃粘上 打这个 打吃粘住 这是最常见的 你如果度过他立 一般是会吃掉 然后这样 对 大概是这样 管一下 管一下 走一个 再下 然后再挡 对 可能白棋就这么选 吃了一个脚也很舒坦 可能白棋也可以满意 就是这个变化 对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我还是选白棋 选白棋 好 这个是比较普通 那么 那他就粘住了 他没有 他没有走别的 他可能不想让白棋去活到脚上去 对 他粘住呢 这个是最常见的 虎一个 那么 他就长吗 可能会长一个 就这样 对 但长一个 是 下一步就比较迷茫了 下一步是拖一个呢 还是搬呢 这就比较麻烦了 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这个都是比较稳妥或者是比较常见的下方 下面的白棋 说是白棋 他白棋没有虎 而是走了一个坐结的棋 直接在这里 没有那么平凡的像我们说虎一虎拖一拖 那是比较常见的 现在走这个呢 必然是要打这个 那必然也是打结 不可能沾上 打结 那么就这朴丁环在这个地方就引起战斗 他别的他都那么很普通的 他不愿意要走一些有波澜的一个 有刺激性的这个下方 但是我们一般说就是初期无结 对 现在就在我就帮白棋在想 这棋要到哪里去找结财呢 这结财是一个大问题 是 这个棋 即使白棋打赢了结呢 对黑棋的伤害也并不是太大 是不是太大 但是他就提两个呢 他也 所以这个作结 可能多数人觉得这个作结有点 是不是有点勉强 有点那个什么 下的比较过于积极 有点撑了 有点稍微撑 这个调停盘的棋 是 他的棋就是比一般的是容易撑一点 是这样 谈谈他的风格就是 容易稍微过一点 或者走的我们看着是行吗 就打问号的时候 他就敢这么下 那么这个作结就是找结财 初期无结 我觉得这个时候作结也许 这个下方早了一点 现在找结有点麻烦 这白棋就是确实是不太好找 如果像找这种结的话 很有可能被人家搬下去 那么对那边有伤害 找这个结被搬下来 搬下来倒还好 就是说这个走这个呢 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下方 是又黑棋又找这个结 翻吃这个 再找别 这个就变化特别多了 也有见下过这个形状 我觉得您这个翻吃挺好的 有一盘棋他们下过这一类的棋 对 你翻吃一下 好像白棋有点难办 翻吃的棋再找个别再打回来 这个都是很复杂了 那么现在白棋呢 这个朴天花他找的什么结呢 他这个下的 他下的很硬 你敢说 这个结呢 是总觉得是有点 一般是不会往这走 不找结的话 不会往这个地方走 这可能有损的嫌疑 对 现在黑棋是要硬的 对 搬一个 那么再提回来 是吧 提回来 因为我觉得黑棋这个结来说 他不一定非要打赢了 打赢了 而且他如果说只是鱼形沾上的话 可能也不是特别舒服的 是 所以如果说白棋外面损了 去打赢这个结 反而是黑棋愿意接受的那种状况 甚至我觉得 我即使吃掉被你提了 我觉得都不见得亏 对 我也觉得 都不见得亏 即使这样 对 都 然而黑棋我觉得还是有的下 那么黑棋呢 这时候也去找了一个结 他走在这里 靠一个 靠一个 靠一个呢 白棋就把它解写消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解消 如果是我的话 我有可能硬 硬一下 还是总舍不得 你再提回来 提回来 您是不是就把这个吃了 不 我想尝 您想尝 我想这个是后续手段 想尝一个 我是这么想 尝一个呢 继续看一下你怎么走 后续的 这个也是顺手的结 对 我是想这么下 我觉得这局面挺难的 复杂 这个是比较复杂 这双方都挺难的 这个棋也是代表双方的风格 他们两个都喜欢的 都喜欢的 我是会这么选择 我尝一个看看你 现在他们的下法 都不是我自己那么想的 反正您觉得您都不会这么瞎 我是一个普通的瞎 因为他们都是高级 都属于天才的想法 他就把这个提了 他们下的都比较积极 这搬一个 这个搬一个 如果你白棋退一个 如果给黑棋吃掉 这个棋 黑棋成功 对 这就是一招棋走成那样 你只是这样搬一个 退一个 这个黑棋满意的 黑棋满意 我觉得你只是在这 这等于是多扑了一个而已 但是这个形状 黑棋太漂亮了 所以这是白棋不忍受的 不满意的 这当中大家看了 好像是小跳一个中间 他挖了一下似的 不满意 那么白棋就没有退 他走的什么呢 他要寻求一点变化 那就是 扳住 扳住呢 黑棋就选择了 把它吃掉了 对 一般会这样吃掉 先把脚拿掉 你打吃 你争子还不见得有力 反正我把脚先拿掉再说 这个针子呢 如果说现在白棋硬要针 是可以针掉的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怕黑棋可能那边引针了 是不是哪里 这里吗 比如说搬一个 您觉得怎么样 对对对 可以 然后再打他一下 就引着了 对对对对 这样就肯定引着了 是引着了吧 对引着了 引着了 那么这个时候 那他就不能 这个被跑出来受不了 这个引着了 对这个引着了 这样不行 所以这里面就有 引针的这种各种利用 你那个打吃 这个是不行 直接打 搬打 征掉不合适 不合算 是的 这有有力的引针的手段 没错 所以那个他白棋下面也不好好走棋 直接的走 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 特别让人一看就觉得值得走的棋 现在他这个退 我觉得是对的 这个退 往这尝尝尝尝尝尝尝 被他一手抱死 对对对 这个打 这个要走 刚才我们看这个一手 如果黑棋 换成一个黑紫的话 大家看看这个 这形状实在是太好了 是是是 太厚实了 这个是要走的 这个倒是又难讲了 黑棋 黑棋把这个沾上 对对对 那沾上之后呢 现在就针子已经不成立了 因为这有这个子的接应 那他不考虑争子 那个不考虑争子 现在是考虑这两个子 怎么个处理法 对 这个要么是拐 要么是走别的 他是走这个 对 如果走这个呢 被他靠 他大概走这个 这就是实战 他走的这个 没错 这招呢 也是也不 也是个小型 他瞄着这个 黑棋怎么走呢 黑棋是 他是小尖 小尖一个 这个是 也是一个本型的好手 多数呢 白棋是要退的 如果退 大概会这样吧 扳住 对对对 这样 挡住 挡住 大概是这样 沾上 对 可能是这样 他就外面刺一刺 应该是这样吧 我也不知道 大概会沾住吧 大概沾上吧 大概是这样 那就这样 这样呢 应该说那面也活了 黑棋这样 也可以满意 也可以满意 应该说 黑棋也可以满意 主要这个 无忧角 已经被 全部破掉了 再加上 这三个子 现在不太好 加拿来还得补齐 应该是 这么个定型 也许黑棋 还有一种 或者是在这 敢不敢动手的问题 这个就变化 大概先走成这样 黑棋再怎么选择 但是白棋 显然是对这个形状 不是很满意 他没有跟着继续走 不想下成这样 对 他要长 必然会成为这样 那么没有长 那么他走的什么 他是走的一个 他搬了一个 对 他是走的这个 这个后面有点复杂化了 后面白棋 黑棋也没有跟着走 他是直接的就给他 压断 断了 两个人下的是比较激烈了 这个时候 这步棋就可以看出来 这十月认为你这个搬 根本就是搬不着的 我不需要应你 在这个地方 没有跟着你走了 对 他觉得你这尝一个 也没什么了不起 本来这还是有个断打的味道 所以他干脆让你尝出来 你尝了 我就把这个断点补住 刚好 挺合适 它是这么个定型 这么个定型 也是比较复杂 不管怎么说 这个黑棋 把它脚给拿掉 也是不错 对 现在这个地方 是成为有一个断点 看白棋怎么走了 白棋下面也没有彻底活 白棋先跳 先跳的 然后黑棋冲断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冲断是必然的 对两边都没活 都觉得白棋挺薄的 对这个冲断是必然的 不会让它连上 然后拐一个 这拐一个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是逼迫你在这个地方活 现在活不是不很舒服 如果你只是卖它 这样卖着活 这个对 打吃 如果这样立 那么让黑棋在这个 对对对 这个他不忍心 而且以后我这还有还没活 还有利用等等 这个棋在这上面活 很累 所以他白棋不肯不忍心 他活得不舒服 不舒服 所以先往外 能往外跑就往外跑 往这样走太俗 对 这还有个断打 所以要霜 你打完之后还得霜 干脆单霜比较好 是的 那么这个打也是好形状 这个很愉快 如果说白棋 他肯接上的话 那个不行 那我太愉快了 我去走这个 你看这一飞你完了 这下面这一点 你两头就都要被杀的可能 这个是白棋就完了 所以白棋也不能这么想 白棋不能要了 舍棋那个 只能舍一边 现在白棋 这个黑棋下的是比较积极 比较狠 他顶了一个 顶一个 对 顶在这 打吃 哎呀 这个打吃 然后我本来说你利用我走这个 他把这个蒙住 这个比较狠 他走在外面去 对 那这两个打吃不交换 我不知道行不行 哦 对可以这样 不交换 看看他扳 那么我再跳一个 黑棋如果挡的话 你就接上 是吧 对 是的 这样的话 如果成立 那就那个是束手 对 为什么要去掐打他一下呢 我就不明白 这个算路啊 这个地方 他们的算路觉得这样并不成功 因为这是不是加一个那里面 他他担心自己的死活 他怕人家走一个就直接把他吃了 不会吧 这样 那他害怕 有点害怕是吧 是害怕 哎 害怕这样 他就是怕你这个 他直接藏在这 对 这是不见得杀得赢 这个其后面走 就是说你要是 只是这么做活 嗯 那他难受 对 他是害怕黑棋走这个 他有点害怕人家断藏 对对对 是吧 硬杀 所以他走这个俗手 这个的确很俗 他等于两头都要 嗯 这是朴正环 然后黑棋走这个 对 这个棋也是本手在这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他要挡住了吧 他挡住 他是如果你走这个 那就还原这样 这样是黑棋可以 他他挡 他说你要提 我再退一个 你在这里做活 我再跳出来 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呢 挡住是成立的 就说你走这个 我能够粘住 他可以粘上 对 是这样 这个断了被这吃 你如果度过呢 比如他这里有个先打 嗯 粘住 然后我粘住 然后 你这个棋吃的时候啊 我这里还有这个 一挖打 一挖吃 斑 你是没活 对对对 这个黑棋没有活 这个黑棋可能要麻烦 走这个 是吧 就现在黑棋没活了 对麻烦 这个有可能他要 白棋要强杀他 嗯 那么这个棋 走在这个时候 是白棋 黑棋麻烦了 如果你这个长 也是不行的 不被扳也是不行的 哦 这被白棋一长 这一长 关键这个地方 有一个跳 嗯 这是 谁吧 这个是一个叫 常见手机 经典手机 经典手机 跳这个 这下就 黑棋就完了 对经常能用到的 哎 对对对对 黑棋怎么办都不行了 对 嗯 好 这个棋呢 好 我们来看看啊 他是跳了一个 他走这 对 这个棋呢 是送一个 是好的 要为正先手 对 对 先手 加一个 这个送了两个子 虽然送成 一个送成两个 有点难受 但是好歹 这已经先 不 他要得先手 对对 得先手 得抢到 这个比跳和黑棋顶 比这个好 是啊 反而是这个 要不然被人家挡住了 这个跳 这个黑棋跳 白棋跳 他顶 这个形状 是白棋的眼位差 而这个呢 虽然多送一个 他眼位多一个 是的 现在白棋 这个地方还没活 就等于说 这下有没有接到 还是很有关系 有关系 对 眼位 那么现在白棋 要求先贴出去 他也不肯一个人 在底下坐眼 被人家 左也便宜一下 外面也封住了 他不舒服 他觉得 对 那么黑棋跳一个 黑棋跳一个 白棋跳出 跳在这里 对 这个时候 把这个抓了 对 这个抓了还是 太大 挺大的 黑棋挺厚的 对 这个棋呢 走到这个时候呢 白棋虽然在这个地方破了一些 黑棋当然活了 也没有破多少 只要你要不把它分断的话 白棋收获不大 因为这个地方 你得被他多走了两手 并没有什么便宜 现在呢 就是要想办法 在这儿捞点便宜了 对 要把它分断 是 他这个大飞的形状呢 联络并不是很好 对 所以白棋跳一个呢 要求把你左右两块棋分割 分割 对 这样呢 你要是硬着来 那这白棋就 那肯定正好顶着 顶端了 对 这是白棋希望的 黑棋就麻烦了 你那个 两头顾不了 对 走到这个时候 黑棋先提了一下 提一个 先要一下 这个 先让你看一手补一个 接上 对 省得这个 眼味的看得比较清楚了 这个筋不肯被我吃 那么好 他也不这么走了 他是跳一个 对 迂回了 这两个呢 只能是放弃 现在 白棋在交换之后 他看清了 这个还没活 白棋啊 这个 这块整块棋还没有活 他就可以采用棋子了 他靠一个 对 这两个子呢 白棋先把它吃下来 就觉得先有收获 尝一个 黑棋平常 白棋是尖的 不是拐的 对 拐的话呢 他可能啊 我想啊 他可能有担心这样的 这边还有点手段 讨厌这样的手段 怕不干净 怕没吃干净 嗯 所以呢 他是尖一个 尖在这里 嗯 嗯 呃 那这个时候啊 嗯 呃 黑棋抢到了是这个 是吧 对 他震了一下 呃 这我觉得黑棋看起来还是呃掌握了主导权 您觉得呢 呃 虽然白棋把这个吃了啊 看着不小 嗯 但是黑棋正在这个地方从全局的角度来说黑棋还是主动 没错 为什么呢 这个棋是没有活 对 呃 打吃我提掉两个这个地方死棋 他只能做个打结是吗 那就是那个打结这块棋也受不了 哦 那您就单长一个他也 单长就还怕他这个先手 这个我就走在外面呗 哦 这个就更更死 那邱老师这个更更加厉害 而这个棋不补是死棋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棋如果你去补一个活了 嗯 但是呢 让黑棋再走外面再走一手 这个棋呢 全局来说是黑的还是比较呃 呃 比较有力 全局有力 对对对 啊 那么下沉这样的时候 白棋这块棋下被镇住头 他很不舒服 很难受 嗯 那接下来这块白棋要怎么处理啊 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 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精彩对局 好 欢迎回来 啊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 是2016 呃 维甲第15轮主将战 由十月对阵朴廷环 刚才呢 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个 黑棋刚刚震了一个头 就觉得白棋这块棋挺为难 虽然说你是可以做活 在这火一个可以做活 但是白棋他也不可能这么就 被人家一震就回去了 就去 黑棋老先手 他再这么走啊 是啊 大厂先行 是啊 黑棋这个棋不坏 这样你如果这样 这样 全局形势挺好 对对对 打入完了你只是做活 吃了不是太多 应该说黑棋整盘棋还是很主动 那个地方损失有点大 是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白棋没有做 做活之前他是想这么掉一下 他想让黑棋分段 你的飞一个 然后我再回去 这样我两个交换就好得多 你再挂的时候 我有可能 我这个棋再加工 我这个子就 借你这个总有作用 管点用 一会儿说不定吃了 还跳出来之类的 以后下法就不同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黑棋就是说 没有按白棋的意图走 他是撞一个 撞这个 撞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在这个地方吃你 这个你能回家 那么我撞一个 你如果胆敢走这个 那他真要吃你了 真的要吃 走这 要杀了 要杀你 这个是有可能的 对 这样你就 这个就不好连了 这儿有刺 这个就不好连了 没错 所以在这个碰一个的时候 这个撞一个是个好棋 撞一个 白棋搬了一下 然后黑棋扭断 这个时候借扭断的 这个作战的力量 这个那个棋 你随时都要 欠着 欠一手 威胁着那个 一旦赵尔黑棋 有个字 比如说打着这两下 只要能打着一下 现在因为有那个地方 没有活 你动不了力 劲你使不出来 你这个不好下 不管你哪方面用力 这个 假如 反正在外面 好像不太好动手 白棋 你走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如果 你走这个的话 这是最狠的 再贴一个 打一个 你不能让我这个提 这得长 对对对 那么这一战也可以 这个棋 这个白棋就不好办了 主要还是黑棋 这太厚了 他想怎么下都行 这个白棋就不知道 怎么收场 你如果打下来 这有个间段也不行 所以这个地方作战 白棋不好动手 下不了手 这个棋 还有你说我单长一边 那么这一打你也完 这个子也是被棋起来 也是受不了 这也受不了 这样不行 是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有那样的 杀白棋的手段 你这个地方 白棋不好动手 最后白棋 看怎么选择了 白棋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 这个说实话 还是我觉得这个黑棋成功 借力 你让你逼迫你走这个棋 那么他走在外面 拐一个 这个白棋 这个都是正常走 现在的黑棋 既然这么走了 你这个不是有连回来吗 我干脆就 先把你冲断 冲断 那么白棋 这必须得不 对你一场我就冲断你 是 这个一场是死棋 必须要走了 对 必须走了 这个算分断了 分断了之后 再挡一个 这个棋 白棋有点不舒服 对 这黑棋好像越下越厚了 这个 看起来 越来越壮大 把这个地方活掉 对活掉 长一个 然后黑棋又斑 黑棋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自己厚 所以欺负白棋一下 虎在这里 对 这个通常是你要打的 这个棋 但是呢 如果打 他会走这个 打结 对 这肯定要打结 这边 你会走这个 他会 这结财 对 顺手 顺手 这边 这个结财 这是结财 不走过这 这就死了 一加就死了 加一个就死了 这个棋 你要跟他们硬 我再一提 你结财 你也不好办 对 他 下部沾上还是结 那好几个结呢 是的 白棋好几个 这个结呢 应该打不过 对 黑棋 就白棋打不过 你最多是这有一个 别的没有什么结 如果你这个时候 再来应 背在这一提 之后还有一个顶 还没活 越退缩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人家还越欺负你 这是黑棋 在这个时候 黑棋这搬了虎 搬党虎 这个让白棋 有点难过了 这是就是我强势 在这个时候 我的结财又利又厚 这个时候欺负了白棋 这个让朴定话 有点难过 最后他退缩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过的选择 无奈的选择 这被十月给欺负了之后 这个棋 他的后都发挥了 是 就在这个时候 是最佳的一个 压迫白棋的一个手段 比这个强多了 这个虎一个好 对 对这个脚上也有危险 然后他是走的这个 对 他还没走这个 走这个是不是还怕 积压还是怎么着 他是走的这个 对 这个当然差不多了 都可以 这个那就防止把它压出 还是怎么样 他走这个 那么他是走的这个 往下跳 往下跳 对 这个时候 这个新卫的这个白子 是不是必须得防守了 防守必须防守 他如果比如说他能拖一个吗 拖当然可以了 这拖一个是不是也不太好拖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 加的太厚了 对对对 然后再飞一个 可能这个也许 这个 也许这样 走这个呢 他也许还有这里面有点味道 这个是比较普通了 这个脚也不小 但是他担心是这个 这个不 这样有趴 把它成的大 是的 也是有可能 这个他担心这面围的大 比如说这么 就按他的 扳一下 扳一下 对 白旗打吃 打吃就算这样 是吧 这样 他把这个如果都围上 也是很可观 这个白旗好像很难进了 如果进了 你如果这个被他多出一个力的话 这里面也有俗果 还有力的鲜着味道 依然有味道 所以这个形状 白旗不愿意看到 他是采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他是先忍耐 忍耐一下 忍耐 忍耐呢 就是说我这里面给你 你如果肩 我一爬 你一挡 那么我这个地方再做活 比如说做活 这个地方有点 以后好进来 味道好多 味道好一点 现在他没有他单票的 白旗撑一下 在这个地方做活 这个时候 你如果在这么 刚才说呢 打了过来的话 假如这样 这样 对 那白旗肯定要进去 白旗最希望的是这个 他出现 他的机会有可能这样 刺你一个 这先手 然后再怎么拆一个 拆哪 拆在这个地方 拆在哪 这个之类的 你走一走 他拖一拖 这飞一飞 在这个地方给你 腾出一块 这个必须得下胜负手 对对对 这是白旗希望 走成这样 让你来伟大 在这个时候呢 黑旗最后做出了一个选择 他最后一看这个形状啊 就是形式 整个形式判断之后呢 他是走了一个这个 没有最撑的走 对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黑旗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对 但是就是后半盘的时候 你得小心 就小心 就像刚才那个变化 人家冲进来 就跟你 最后一下拼命 就看你能不能吃得掉 你如果吃不掉 有可能如果经常是惯性 在这杀的兴起了 在这个地方 围得再做大 这样被他一打入 那个旗啊 就就胜负就难受了 那给白旗的机会 这也是白旗希望的 他这个是比较冷静的 对 这个挺好 这个而且白旗 你看他这样的时候 还来来这个地方 掉在这里 掉在这里 白旗肯定得拼一下了 这个地方 不拼的话 这空全被他围上 这绝对是不够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 呃 等于是你看 很温柔 温柔一下 我们说比较温柔 就是说也比较老实 比较老实 到这个时候 呃 黑旗应该说 他对这个形式判断 还是比较准确 我就是已经形式好了 对 呃 就退缩一下 的确黑旗 这个旗很好下 嗯 现在白旗飞了 飞一个 对 其实我都替白旗挺担心的 我说这旗被人家分断了 比如说我就 呃 怎么断一个 分断最可能是煎一个 小煎 煎一个 煎一个 这个两个白子要怎么做活呢 这是个问题 那白旗可能这样 就靠一靠 是吧 嗯 在中间搭一搭眼 搭一搭眼 或者怎么样 呃 看起来也挺有希望活的 好像 呃 对 你要硬吃的话 怕吃 怕你这个 如果这个分断的话 中间你也 薄 也显现出来 呃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你比如说 你这个旗要硬来 那么好 我虎一个 嗯 你这个总要挡住 我再打吃一下 打吃 他真正正上 我再搬一个 你再搬 我再一连搬 这个旗就不知道了 已经不好吃了 我觉得 不知道怎么办 是的 这个旗 这好像越吃越远了 对 你这搞不好 你中间这块旗 也自身要不要给它拽几句 对 如果吃不掉 你这个有可能变成单关 没错 是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黑旗啊 也采用了是一个 比较稳妥的下法 他先搬了一下 对 他搬是这个旗要走 如果尝一个 被他这一虎一个 这旗就不好吃了 没错 所以要吃在这里 然后再飞在这 飞在这里 稳妥 嗯 稳妥呢 白旗这个 你不能再被它尖了 这个要回家 对 回家 这算回家了 因为什么呢 你这走这个是冲不断 是吧 再冲它顶住 这个是回家了 这个走这个呢 黑旗这个 他这有一个尖 也威胁在你这一块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时机 靠一个是好时机 嗯 靠一个好时机 是的 嗯 没错 这个旗让白旗 看你怎么硬 如果你只是退 他可能就刺你一下 把这个补一下 但是他走这个呢 黑旗虎 虎一个好气 把这关子先收掉 对对对 这个白旗不能动墙 不能动 你敢打这个 他真要打进来 这肯定要打进来了 打进来了 所以白旗只能沾上 只能给你打劫 你也打不过 是是是 那他就来了一个实战手 干脆 先把这个给先手走掉 走掉之后 你打我沾上这个眼 这儿有个眼 这儿个眼 你很难破 然后这个基本上是铁活了 嗯 然后这个就黑旗在这儿定型 呃走完之后 呃应该说他这个地方定型 也比较简明的了 嗯 黑旗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 打一个 他在这儿先打一下 对 打一下 这个只能沾上 沾上 先试一下 这个也没有劫财问题了 现在打完这个 把这个最后给补上 这个呢 就这个地方变成空 他就给这个连起来了 嗯 他的判断只要 呃为这个空啊 就黑旗就好 其实这个黑旗打一下 打这个的时候 我还在想这 为什么往这儿打一下 这是打僵吗 我不太明白 其实后来仔细看了看 突然发现 他打着了这一下 还是有关系 接下来马上有个挖 可以把它挖断了 刘老师 啊 是是是是是 如果没打着这一下 还是不一定 对 如果说是这样 没打着的话 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 对 这样的话 黑旗断 那么白旗就连回去 再打两个人就不要了 你再走 走不着了 发现 是是是 所以他就先打一下 先打一下 考验一下 是啊 考验你这个时候 一般两个是要要的 对 他不要被他提掉 没活 有挖的这种手段 所以黑旗很厚 是 而且有潜在的挖的 这种手段的墓鼠 能抠一个大的墓鼠 所以对黑旗来说 他比较 只要这个不出棋 他的选择很好 没错 形势有力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10月 就没有选择从这儿分断他 而是从这儿飞了一下 他应该整体都判断过了 觉得这样是够了 够了 然后这儿又先挖了他一下 接下来这个挖 实际很大 对对对 非常大 这个下得很好 是 现在你白旗实际上 你现在要不遮盛着点东西 就是收官就没有什么气 现在问题机会就不多 对 白旗就往这儿虎了一下 虎一个 防着刚才你说的那个挖 对 这个挖端太大了 对 我们给大家数数这个挖端有多少木 这特别大其实 对这样走 你的提我 他只能提掉 对 然后把这个段 对对 这一线全进去了 而且很清楚 不但连木带这个味道都都好了 对 所以这个虎也是防他挖一个 白旗虎一个 对 白旗虎了一下 白旗虎了一个 是 黑旗长了一下在这儿 他把这个该走的先手都走掉了 先手走掉 然后这个最后收口了在这儿 飞一个 飞一个 是 这个 白旗这之前是先靠了 先靠一个 对 靠一个 靠的时候黑旗没法反击吧 刘老师 没必要 你说这个地方 走这个反击 对 这个时候这个飞还没有 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义好像 被人家容易被人家断了 比如说 断他 断他这个 而且你这个旗 你要搞不好 被他回头加一个 你要怕这种旗 还怕被加下来 是吧 假如说挡呢 这被人家吃了一挡 对 这要出奇了 这害怕 这出奇了 对 这个时候 往下面走是就 安全 比较安全 安全运转 一定要想办法安全 是的 那这个旗就是说 实际上他最狠的还有这个 这个呢 就是说他暂时可能 还不敢这样打劫 因为劫财 他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 现在是黑旗 只要防着不出旗 就很好了 搬在底下 对 他要求控制住局面 对 现在黑旗在这里 是吧 他白旗唬了 对 白旗唬了 白旗把这个唬了 然后黑旗是长了一下 对 在这里飞 然后飞一下 基本上就 就收口了 收口 他这个时候 黑旗如果觉得形势好 尽量的走简明 而不出旗的防守 怎么样 看看比如他这么断 行不行 他怎么样 哪出我的旗 就先找他 这个防他的手段 就行了 对 现在白旗飞了一个 飞了一个 对 飞一个 然后黑旗怎么收官 黑旗就监住他 这个地方就小心 小心一样什么东西 就是小心一件事 是小心让人家先手沾上 这沾上 比如说你印一个 你得注意 这地方别被人就靠死了 一会儿 不要注意 这得注意 对 小心点 你如果在这折腾两下 如果弄到先手的话 这个地方是死旗 所以这个时候要想办法 把这个眼位一定要做出来 对 得防守 防守 把这个眼位一定要护个 他这个是这样 班是为了防这个 没错 也防你这个点 只要没有 你走这个我就做眼 你走这个我就冲 是这样 白旗中间先尖了一下 截之前 这是他的 他的权力 他的权力 在这个时候 又冲一下 冲一个退一个 这是黑旗正当防卫 走这个 对 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都算封住了 是吧 对 你这个断一个 他就沾上也没关系 你走这个 他把你就留下来了 对 你吃进不来的 提这个 他能提这个 你进不来 所以这个算 口算封住了 那么现在是白旗就得怎么样 他把这个粘住 白旗粘住了 粘住 好像这个时候 如果说现在还想动手的话 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 比如说这个断 如果断 他我想啊 这个时候 他有可能都 有可能 吃在上面 是不是有可能 你说吃这个是吧 我觉得您吃在上面挺强的 走这个 那么就吃这个 不知道他能不能冲进去 现在冲的话 是不是要被冲断 冲断的 这个有可能他就退你一个 你也不敢进 这儿有冲 冲断 这儿有个冲断 他关键是白旗很难受的 他只能这样连 这样连 他不能冲着连 冲着连被冲断了 对冲着他会冲断 你这个走别的 我都冲断你 是吧 你走任何地方 你走这个我就急你 这样我在动 所以这个旗出不了旗 怎么也防住了 目前来说还不能出旗 防守 他有一个 护住了 他有一个防守的 现在更是有这个旗 他早就不用退了 所以这个旗出不了旗 这个旗黑旗的判断又正确 一般他就跑不了 所以迎旗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形势好 一定要稳当 走的安全是最佳 就像这种人家飞一个 你就牢牢地把他监住 不要让他有吃你的机会 不要给对方机会 经常这种机 你要是自己忍不住 还想更便宜的话 那就你跟你全局的形式 判断有误了 没错 现在是白旗 他是 白旗沾上 这个时候一般 是好 比这个好一点 这个他退一个 你还在补 对 他先走搬一下 你走这个 他是走这个 这个时候白旗能单断吗 刘老师 单断他应该是沾上 还是沾上 应该是 那么如果说 他再打吃的话 是不是会好一点 这样木属 哦 这样 那有没有可能 他是这个呢 他 我就在想 是不是这一下 他这个 他有可能是这一下 他因为这有个冲断 他来不及走中间 我觉得就这样 就可以 就可以了 不要闹事 这个不要闹事 就这样 对 安全 这样就可以 是的 就可能会就贴一个算 这个白旗 没有走那个吗 白旗是实战 他是单拐的 在这 哦 单拐 是的 那么这个作眼吧 对 这个就特别结实的 把眼做住 然后人家断一个 这个现在就是要保持优势 我把那个优势 牢牢地攥在手里 让白旗翻不出去就行了 对 对对对 我怎么觉得是这个 这样子 他先拐了一下 先拐一个吧 先拐一个 这样子起 这样子起 对 这样子起 先走 先 先 先这个 先走的这个 他在粘之前 他在粘之前先贴的 对 我们这个顺序 要把它摆好了 它是挤住 然后再粘上 是吧 是这样起 走这个 对 然后再断 他是拐的 再拐一个 对 他是拐的 断一个 好 必须粘上 然后这个时候再退一个 对 这个时候不能不走了 不走这一挖就不行 对 那两个字 对 其中有一个要掉了 一个对的 这样 你看 这个黑旗这一块 空比较 连边带角的 对 对 这个基本上 守的是比较牢阔的 这个接下来 也没有什么 几个大关子了 就是中间这个地方 白旗要收一收 但是这个差距我觉得挺明显的 是 现在是基本上就都是顶行了 只是关子 对 现在我肯定是要挡住了 对 他靠了一个 然后呢 白旗就在这尖了一下 这样长一个是普通的 对 这是普通 普普通通 如果你冲一个 它可能是 管这个 虎一下 虎一下 对 虎一下 这个 对 虎这个 虎这个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用 那是人家还有 它沾上也可以 它这有个冲断 对 一样的 也是冲不进去 这都没关系 打吃我就算沾上 你沾我把这个冲断了 没有用 没有用 是 那么当这个时候 你要 所以冲不行 冲它沾上 冲这个来不及 它有一个虎 对 它实战是小尖了一下 小尖一个呢 就是想出棋 这个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 走这个被它挖断 那是你就完了 那黑旗是不是可以虎一个呢 你看这 如果你虎一个 如果虎这个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味道不太好 那么白旗沾上 它沾上 是不是会被挖进去 那有可能 对 然后这样子打了什么 挖一个是考验你一下 挖一个呢 如果你退 当然有打劫不行 你打吃的话 它会这个 那就有点看不清了 至少 给你那个 制造一点试端 对 这要试端了 这个就是说是 它真是给你来 先打进去 知道试端 让你看不清 对 这白旗肯定是不够了 这个是白旗要给你那个 呃 脚脚脚的那时候 这个时候你看你怎么把握了 判断了 对 对 它沾上 作为它没有虎啊 没有虎 对 黑旗它计算得很清楚 它就挤一个 那这个旗挖一个 对 挖一个呢 我只吃掉了 如果你吃这个呢 我就 这个也行 这个也吃了 这个也吃了 它可以冲一个 这个很大 这个吃掉很大 是啊 对 在这个时候 是挖 它挖的时候 黑旗晾了一招手巾 对 呃 黑旗挖了这个 对 这个是好旗 不是单吃这个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这样 你看这是明显的 这个就白旗不行了 对 所以呢 你 只有两手 它不能打 要么沾 要么走这个 对 它如果说沾上的话 那黑旗也是进去了 黑旗走这个 可以打进去 打这个 是吧 呃 然后这儿还有打 对 这儿还有打 这个地方先打 呃 你打这个 打这个节 这个旗啊 就是说吃了石木旗 但是呢 这个节 这还有这个 就不 不是很便宜 还不满意 实战呢 白旗下的是这个顶打 但是这样一来呢 黑旗也是从这儿藏进去了 以后呢 我还是可以打这个 你提掉呢 我就把这个提掉 这样守 对 现在你不能不走啊 如果你走这个 它这个这个太大了 这个连回去 连回去太大了 肯定不够了 你提到就退一个 是吧 对 嗯 那如果说白旗冲过来呢 您觉得怎么样 这个旗 对 这个旗还先提你 很难受 是吧 这旗一个不知道补哪 是的 然后他还有一个这个旗 是 他先再打这个 就就很好 你冲这个 他把这个打打过来 嗯 这个旗走成这样的话 还是不够了 对 确实 这样是明显的 呃 白旗控不够 嗯 这个 毫无这个争胜负的可能 对 他刚才如果说这个 就是不走这个肩 正常收一下的话 白旗也是不够了 对 对 所以说呢 这个白旗想最后拼一下 就看肩一下 能不能制造点事端出来 结果被十月牢牢的把握了局面 呃 最后就是下到了这一手 黑旗尝了一个的时候 这是最后一手旗 这是最后一手旗 嗯 黑旗尝一个这个白旗 朴婷环就投了了 呃 瞎成这样 那这盘旗呢 我觉得还是十月发挥的比较出色 您说呢 呃 那也可以说朴婷环不怎么发挥 这个 我怎么觉得就 从打入开始一直被压着走 对对对 没有明显的觉得特别出彩的地方 嗯 可能您前面说的就是靠一个 不要让它搬进去 还是硬结比较好一点 那比较复杂 对 封面就没觉得特别呃有利的地方 对 好像这个黑旗一直都是掌控着局面 是 而且就白旗没有什么可以挣扎的地方 嗯 是 这个应该说朴婷环 韩国第一人 这个如果看这盘旗就觉得 吓得不是那么好 对 不是那么让我特别呃 感觉特别强的那种感觉 嗯 这盘旗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直黑的十月中盘战胜了朴婷环 嗯 十月发挥的非常出色 好 啊 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